其实主要就是要练习什么 如何定义名称 这一题几乎所有的定义名称都派上用场了 当然它会用到的题目需求在这里 所以要不就是你干脆把这个题目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这个练习题旁边也可以啦 把它贴到旁边去 这样看也可以啦 大概在这里 因为我现在解析度调的比较小 所以可能那个旁边会没办法这样切 我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就是先开启这个档 第二个的话呢先做一件事 先切到哪里呢 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把里面所有的名称通通删掉 删掉的话就按一个Delete 选举就按Delete 我们清空之后重新再来 那这一题主要的重点就是建立名称 做后续的题目要的动作 那首先第一个先把那个公式里面的名称官员 确定先把它全部清空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总共会有12个名称 这12个名称的话呢 主要就是我们后面会用到的 包含哪些 因为题目里面有讲说 请你把什么呢 这个什么 C1的名称变成总发行股数 G1就是这个变成分配盈余 A4到A58是股东姓名 另外还有啦 其他这边 股东姓名原因持有股数 故意知道现持有的股数排名 我都希望变成一个名称的话 然后另外的话 配股数量表 这边的话也把它定一个名称 税率表也把它定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先删掉之后 我希望产生12个名称 那怎么做比较快 1.总发行股数C1 记得哦 这边你可以总发行股数直接复制贴 贴到这边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是你按一下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 它比较快的方法是 它会自动帮你抓到前面的这个名称 然后自动帮你把它搬过来 而且没有冒号 它冒号不会过来 这样比较快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定义某一个欄 某一个储存格 它前面已经有名称的话 分配盈余也是一样 定义名称自动带过来 再来股东到现持有什么 股数排名 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 先放那个股东姓名 我讲过就是先把它整个选取 Ctrl Shift向下 向右向下整个选取 因为我要把这八个栏位 A到H变成八个名称 最快的方法刚刚有做过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打勾就可以 所以顶端列有八个名称 按确定 它会帮我建有八个名称 所以名称管理员里面点开来 你可以看到 股东姓名 这边就有了 你可以点下去一个 底下还有分别其他栏位 它都帮我把这个 每一个名称对应到下方 全部都建立好了 所以会有两个 这个一二再加八个 十个了 再来的话呢 配股数量表 建议点那个工作板名称两下 Ctrl C 因为我需要这个名称 再来的话呢 直接选取不包含栏位名称 从A2一直往下选取 把这里下这个范围 名称叫配股数量表 我刚刚有复制 贴上 记得贴上就按Enter Enter 好 那也就是说 把A2 记得是这个范围 上面那个栏位名称 其实我建议是不要选 上面不要选到 有一些书里面是有选到 不过选到也不会影响 只是说我觉得 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要查的东西 栏位名称 不需要查 为什么要把它选进来 所以我的习惯一定是选 栏以下的资料 再来的话呢 切到税率表 把税率表这三个字 Ctrl C 一样 把栏位名称不要选到 从B1一直选 选到E3 然后呢 在他的左上角这个视窗 这边有个文字的 文字的方块 把税率表这三个字输入 或贴上 Enter一下 那也就是说 这个范围叫税率表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会又多两个了 配股数量表跟税率表 好 那也就是我们建的12个名称 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前两个用什么定义名称 然后呢 八个栏位用从选举范围建立 另外两个用上面输入 都可以三个 不过有时候就是你要看 什么情况用哪一种方法 反正主要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个名称以后就代表那个范围 后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以后如果你建立好之后 有些时候变简单了 比如说分配到股数 这个人他业绩1450万 他应该配多少股数 由什么呢 由这边来决定 1000到2000 他可以配3万5000股 那以前的话 如果你图范围建筑就是 用眼睛看 那这边绝对不是要你用眼睛看 用什么 你可能用什么 用V路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呢 找到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V路函数 然后呢 他要查什么 他的业绩 我们来看 题目里面有讲 他这个地方是说什么 分配股数以业绩 搜寻配股数量表的配股数 使用那个V路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 插入函数 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V路函数 那查什么呢 查业绩 不过后面你会发现 这个 TableArray按F3 我要查什么 配股数量表 这个配股数量表 按确定 那这个配股数量表 我把它切过来 其实有个小诀窍 游标放上去 它会切到这个配股数量表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业绩是以万元为单位 可是我的业绩原来 没有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什么 上面必须要在多少 除以一万 不然的话你会查出来 可能结果不正确 除以一万 好 然后去查一下 那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带回来带第几栏呢 一 二 三 C的话是三 所以输入三 那比对方式的话呢 你不能用零 因为零是要完全一样 帮我找接近的 就一就可以了 OK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帮我查出 三万五千股 按确定 底下呢 快速点两下 就查完了 这个比较简单 现金股利呢 怎么查 题目有提到 它说现金股利呢 是什么呢 原来有的股数 与分配股数就加 分配股数 总和除以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哇 你光看到这些名词 头都晕了 不过因为刚刚我们有建名称 所以记得哦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刚刚的方法 等于 直接打在这里 钱光胡先加 F3 原油股数 加上 所以这边的话呢 分配到股数 F3 分配股数 这边有 后瓜胡 除以 F3 总发行股数 刚刚有公式 总发行股数在这里 乘上 这边有个 START 分配盈余 分配盈余 好了 有没有 公式 全部都用F3 把刚刚再做过一遍 打个勾 做完了 OK 那你会发现哦 其实刚刚你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啦 是这种名称定义出来 你会觉得实在是太棒了 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串那个 哪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然后那个范围是你不认识的 然后你要切过来切过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 还是用这个名称好 而且好太多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 这个方法我觉得一定要学会 打个勾就OK了 税率的话呢 他应该缴多少税 那这个税率呢 题目里面也有提到 原油股数与分配股数的总和 去搜寻税率表 去搜寻税率表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把刚刚打完的程式 原油股数与分配股数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嘛 就不用重做了 所以税率表呢 各位可以看到 栏位名称呢 如果在左边的话 不是在上面哦 记得一定要用什么 H路卡 不能用V路卡 那V的话指的是Vertical 指的是垂直的 也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资料排列是由上到下 那就是V Vertical 那如果你是 栏位名称在左边 你是横向水平的话 那你记得用H路卡 因为是H路卡的水平 这个可能要概念要清楚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用V的环数 我们用H路卡 不过用法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他查什么 查原油股数加分配到的股数 他这个人总共呢 分配到这么多 总共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一百二十八万五千股 但是以万元为单位了 所以记得先把它除以万 他这边都会要除以万 以万元为单位 再来去哪边查呢 F3到税率表里面查 如果你要切到税率表 你就点下面 再点上面一下 税率表就拉出来了 1 2 3 因为我要把第三列 Browindex插回来 所以输入3 比对方式呢 一定也只能找接近 不能是0 一定是1 帮你找接近的 OK 你税率表嘛 所以他是 128.5万 所以他是128 应该是落在这边 所以12% 所以他会帮你把12%的税 帮你把它带过来 底下呢 点两下 全部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其实名称有时候 一看上面就一目了然 哇好清楚 那看起来真好 不然的话以后你要重新再看这些公式 你就头晕了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的话呢 他这边一样会有公式 就是现金鼓励 乘上 1减掉税率 其实很简单嘛 就刚讲 等于 因为有名称 F3 然后呢 现金鼓励 所以现金鼓励 点两下 然后呢 乘上 所以乘上 1 减掉 F3 反正名称都有 所以 找得到了 一律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先 减 再乘 所以 刮和补上 完全一模一样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特别做什么事啦 只要你那个名称定义没问题的话 马上可以做出结果来 那至于排名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 统计类 这个可能要统计里面的 RANK.EQ R开头 RANK.EQ里面的话 帮我找一下这个 RANK.EQ 然后呢 他的这个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多少 跟什么比呢 跟所有的人比 所以 在 IF这边 按F3 跟谁呢 跟扣税后的现金鼓励这边 跟这些人 全部比 他 跟全部比 他排35 按确定 向下填满 结果做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里面呢 全部看到的 都是你可以理解的 而且都可以看得懂的 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可以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但最后 如果我希望做出什么 一键 把那个VBA给输出的话 按下去 可能两个按钮 一个是清除 一个是 公式贴上的话 前面好像有做过嘛 一键完成 那输出的话就跑一个回圈 资料 就是里面的除搜就丢公式 就完成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 先试着完成第1阶段 再来试试看这边有两个按钮 按一下它 清除 按一下 自动又 帮你把结果 显示出来 如果你data有更新的 那你按一下 马上又可以 换一个新的资料 试一下 最后就是那个 旁边加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一键完成 按计算 自动 自动全部 帮我把结果给 丢过来 其实就丢公式而已 总共五个栏位 另外清除的话 就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 有印象 前面我们好像有一题 也是类似 这样的做法 这里面其实就是 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跑个回圈而已 其实也没有做太多事情 for i 等于 第四列到 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公式 全部 DEFGH 等于什么 等于里面的公式 这个公式部分的话 其实就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而已 那 贴公式可能有一些诀窍啦 就是你哪些要 修改哪些不修改 有时候贴公式用名称 来做会更简单 为什么 因为 你会发现 你只要看一下 像那个 D欄的部分 只要改什么 改这个 C5 这个地方 它有变动 就列号 那如果说你 现金鼓励啊 你会发现 这边全部不用改 为什么 因为他会自己找位置 名称的话有个好处 他会针对你现在在哪一列 去抓到对应的位置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过 老师为什么这边用名称就OK了 因为他会自己去判断他现在的位置 所以名称 这个地方真的还蛮方便的 你也不用去管说到哪一列 反正你给他一个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 为什么这里面的所有公司都一样 对 所以 如果名称都一样 那用来跟什么 跟VBA搭配 那会更match 为什么完全不用 切上就好了 只要把上面公式 贴到VBA里面 Sales 等后 直接就OK了 另外 税率的话 这边只要改 这个 税率 我看 税率也不用改 太方便了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也不用改 只有什么呢 这个 那个Rank 可能要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后面 我的公式里面 只有改 D栏 跟H栏 其他栏 其实只是做 贴上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只是把这个D4 本来是 G4 改成I 这个前面讲过了 然后呢 这个Rank的话 G4 把它改成I 两个地方 其他的 贴上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名称 如果你要跟VBA搭配的话 那会更方便 完全 不太需要改什么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希望一键完成很多事情的话 第一个 我是建议 可以先把 你那个范围 能变名称 变有意义的名称 那你就先做 第二个如果你要做自动化 就是再跟VBA搭配一下 就OK了 那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而且 感觉其实也已经 够方便了 但是 用VBA输出公式有个缺点 就是 公式 相对于 持 会比较长 有没有一串 这一串 所以你会发现档案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你丢了 资料很大的话 第一个 档案会变很大 第二个 你的那个 你那个Data 有没有 因为这些东西 都会算长度 所以你那个档案也会变很大 再来效率也比较差 不过至少 它是一个 算是 如果你要的不多 但是你希望很快可以做出自动化的效果 这个是最简单的 但如果你效率不好 可能你就要改型 怎么样 不要丢公式 直接先在VBA做完再丢 这样档案会比较小一点 这个可能 是要注意的点 其他清除的话 我们这边是一个一个清除 一个清除 好像 会有一个lag的感觉 一个一个慢慢清除 清好久 还在闪动 所以我讲过 如果你要不要这样子 来 增加效率的话 最重要就是 把 把Sales 改成用Range 所以这边的话 前面好像讲过 就是你可以 注解掉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的方式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从哪边开始呢 从我们的 哪一个储存根呢 从D4 到H的最下面列 所以你的叙述就 D4 冒号 H 的最下面列 那我先把这个先打完 点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了 CL CLEAR CONTENTS 这样应该会最快 那最下面列你可以串什么 串上面这个 最下面串在H的后面 那这边加一个AND的符号 AND H 的 最下面一列 OK 这样的程式都写完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清空了 这好像前面有讲过 只是我觉得慢慢有些 可能要熟练 你一下就可以做出你要的 不需要太花时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做完清除 按一下 马上 毫不拖泥带水 一下子看到你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把 逐格逐格删除 改成用Range的方式来做 OK 那这里的话 应该有印象吧 老师为什么Range A4开始 A4 主要是向下的追踪 对啊 那其实 字写后面吗 可以啊 可是 追踪的那一栏 通常会是Key 资料库 资料库有个概念就是 那个Key 一定不能是空白的 因为追踪会有个问题 对因为你如果 中间断一个 完蛋了 他就会变成说 他追踪不到最下面 所以我们追踪 那个A 通常会是 一定会有资料 像编号 诸如此类的 那你说 后面可不可以 可是风险比较大 因为后面的 蓝有可能 会是空白 那空白完蛋了 你就追踪不到 OK 所以大概这个概念 试一下